我们眼前的这条河,碧波荡漾,风景秀丽 在1935年的时候,就在这条河上,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毛主席曾说,四渡赤水是他老人家平生得意之笔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现在就在赤水河畔的土城 土城也是曾经红军一渡赤水的地方 毛主席是这样评价四渡赤水的 四渡赤水是他生平的得意之笔 也是从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下面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回顾一下1935年的那段故事 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 1935年1月19日起 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分三路 先后从童子、遵义、松坎地区向土城赤水前进 遭遇了川前军阀的顽强阻击 红军攻占赤水受阻,一时间难以进展 毛主席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 电令在赤水秉安的林彪返回土城 在青杠坡痛击敌军 但川军后续部队四个旅迅速增援 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中央决定从园后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 这就是四渡赤水的第一渡 我现在终于来到了土城渡口 也是曾经红军一渡赤水河的渡口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赤水河的河面 还是很宽阔的 在当时可没有我身后的这些桥 那当时红军是怎么渡过赤水河的 当地的老百姓是非常认识红军的 所以就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 把自家的小肠供献出来 为红军铺了一条过赤水河的桥 红军一度赤水后 到达微信也就是扎西 敌人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 便向宜宾各个渡口 增兵诱调滇军川军向扎西地区进军 企图对红军包围河基 鉴于敌军的主力 已经大部分被红军吸引到了川滇交界地区 前北兵力空虚 毛主席决定再次挥施东进 折回贵州 抢占二郎滩渡口成功的掩护部队 于2月18日 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向尊义方向前进 24日战童子 25日攻占楼山关 28日再次攻占尊义城 二渡赤水 红军几天之内 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 俘获敌人三千人 是红军长城中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毛主席更是在楼山关赴师一手 成为千古佳作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 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三渡 茅台渡口 在红军二渡赤水 尊义战役胜利后 蒋介石坐不住了 亲自飞往重庆 指挥多路国民党军 向尊义压西一带河围 党中央中阁军委 为进一步调动敌人 迅速跳出国民党军的河围圈 扬坐北渡长江姿态 再次转兵穿南地 又敌西晋 3月16日 从茅台镇西渡赤水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红军三渡赤水之后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 再次调动重兵 围堵红军 毛主席决定再次挥师东进 经二郎滩 太平渡 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再渡乌江 兵临贵阳城下 进而西进云南 围逼昆明 1935年5月初 巧渡金沙江 至此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计划 取得了长征途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便被动为主动 四渡赤水战役 历时三个多月 这次战役 红军实行高度灵活 激动的运动战方针 纵横驰骋于川滇前边境 广大地区 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 积极寻求战机 有效地歼灭敌人 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 红军与川滇前边境的计划 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 从被动走向主动 从失败走向胜利 通过这历时四个月的四渡赤水之战 我们不难感受出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 他们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种长征精神 四渡赤水精神 也是我们要一直传承和弘扬下去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东东美的风景 拜拜